妈妈牵着孩子走到车子旁边正准备要离开 眼前两辆车对撞 吓得妈妈护着孩子转头往幼儿园跑 两车正面对决 车头都严重毁损 路过了油猜忍不住回头看 怎么会撞成这样 白车驾驶57岁的温馨男子 先开车门下车捂着额头摇摇晃晃站不稳 车上还载着妻子也受到轻伤 路过民众拍下车祸现场 以为是三车追撞 其实是两车对撞 差一点波及旁边的第三车 救护车抵达现场 迎车驾驶是29岁的张姓男子 夹混在车内被救护人员抬出来送医 事发在云林麦聊 就在向利托儿所前面 撞击声响吓坏了住户 赶紧跑出来查看 撞击声音很大 怎么会两车对撞 迎车驾驶为了超越游览车 跨越双簧线 这时候白车迎面而来 闪都闪不掉 自小客车跨越双簧线逆向行驶 造成两车会撞三人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还是新闻一边 员 感谢观看